这个李玄一去打球了 所以在羽毛球的规制当中是犯规 14比16 下压 这是一个半场球 回进一个下压 突然偷袭一个后场 又是放网 李宗伟 跳杀 我们刚才这种对抗当中来看 都是双方都有机会进攻半场 但是李宗伟的进攻的力道和速度和吸力程度 就是比李玄一要高出一个级别 正牌的勾对角 又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放网 李宗伟防守非常的缜密 反拍轻调 头顶呢 再压一板 反拍的过度也相当有质量 宗伟的突击能力很好 把球拉起来 再杀 把球防起来 哎呦 李宗伟的力气平衡了 李宗伟整个步伐上面有点凌乱 好球 偷袭了一个后场的这个发球啊 对 他看到李宗伟一方面站的比较前 而且可能习惯就是说抢的也比较快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球变化 还是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嗯 16比17 李宗伟在这个后场经常会出现一个比较犹豫 就是说好像认为对方要这个出界 所以错过了很多好的击球点 所以在现阶段我觉得应该在心理上应该有一些调整 没有把握的话 那就干脆就是直接就就去接这个球 如果你觉得出界 你不如就去放一个 那么放一下你心里最少踏实一点 就算这个球是接的 最少你了解 这样的这个判断 才明白下一个球的话 就不会这样太犹豫不决了 放一个往前 哦 这是自己的主动的放往失误 很明显 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就是放一个高质量的球 但是这个球我们一看了 就是说因为李宗伟的球也比较远 那么李宗伟要想把这球放得很窃往的话 那必须要有很好的这个手感 很可惜 那么在17比18的情况下 那么李宣一自己的发球出现了这个失误 我先放小球 放网 推一个底线 处理的草杀一点 李宗伟但是对于往前的准备相当充分的 那么斗这个质就是要抓对方的一些习惯球路 所以刚才这个球还是抓得非常的漂亮 突击一板下网 那么这个球还是有些可惜 因为这个球并不是说想要直接打死对方 因为本身他这个球还是因为继续点不是那么好 也是属于一个下压保持一个主动的 那么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李宗伟这样的是21比18 所以现在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继续来收看今年的这个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李宗伟和李玄一的较量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呢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赛会二号准子李宗伟 21比18先胜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我觉得双方在第一局打的还是相当精彩的 尤其几个多拍过后 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多拍过后以后 双方运动员在体能方面都有明显的下降 尤其像李宗伟 那么在跑动上面已经失去了他之前的一些风采 当然最后还是他比较顽强的就是说顶过了这一关 那么顺利的拿下了这个第一局 嗯 头顶的一个刹斜线 那么拉开突击也是李玄一的这个技术特长 所以他的这个突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球并不是说特别重 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落点还是相当的刁砖的 刚才李玄一的两个防守质量很好 这是身后的一个空档 见内 看一下半镜头 当李玄一回到这个头顶区的时候 转身一个头顶的杀球 这个球杀的点还是比较长的 突然呢这个正开的一个杀球 杀对角 对 这个球还是非常可惜 突击的还是非常的果断 但这个球呢应该就是角度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是出界了 李玄一是一位左手球员 李宗伟呢是右手持败 所以他们两个呢在这个拉 对拉直线的时候呢都是正守卫 半场 直接下压 成功得分 2比2 看来第二局双方的体力又稍微有些恢复 因为很明显就是说双方的这个突击比较多了 而且场上的速度也明显的比较快一点 在羽毛球的比赛中呢 每两局之间呢有两分钟的休息 这两分钟对于职业选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确实 如果没有这两分钟 可能两个人场上可能又会非常的辛苦 李宗伟的回放出现了失误 所以往前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到 就是说你想要这个球的质量 那么当然就是有风险 如果你的这个技术特别好 或者感觉特别好了 那当然他的失误就会比较少 李宗伟这个球啊 出手的好像有一个停顿 对对对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假动作 先停住 然后当对方往后退的时候 那么这个球呢又把它打到这个对角了 4比4 所以在羽毛球里面 很多运动员就是还要强调一个第二次的启动 因为你第一次的启动 已经是就是 已经偏离了这个正常的这个准备 所以需要第二次的启动 来解决对方的这个回球 正手P队长 落点非常的刁钻 砸在边线上 5比4 李璇一领先 反拍的过渡 戒内 落点很尖的一个突击 家庭王现在致力于这个中国业余羽毛球的这个普及和推广 还是说在一些教学的光盘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依旧很有特色的这个扁杀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光场这个比赛 从中了解一些专业运动员 那么在场上的一些 一方面是跑动 一方面是他们的这个 一些战术 球路 包括一些他们这些球是怎么打的 所以我们在 在光场比赛之余 还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术 这是正拍的下直线 随着这个多拍的进行 体能的这个消耗 可能等一下呢 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节奏就会减慢的情况 后场挑高球 李宗伟判断一下 现在李宗伟在后场的这个判断 我觉得 他很多时间 对 很多就是犹豫不决 头顶的一个滑板式的变现 平高球 李宗伟的这个球过度下网 李宗伟今年的获得了马来西亚公开赛和新加坡公开赛两项冠军 杀上网啊 又是一个判断 调球 看来在第二局李宗伟的这个进攻对李宗伟的威胁不像第一局那么大了 当李宗伟守住李宗伟的进攻 那么在对拉我觉得这一局在对拉的过程当中 李宗伟信心上面应该不如这个李宗伟 再加上李宗伟一些突击 在这局还是发挥了作用 那么在平局过后 那么李学一现在是9比6超出3分 李宗伟今天在同样的位置啊 正派的棋跳得分 再度得分 10比6了 已经把比分差距拉到了4分 李宗伟呢 在2006年的时候呢 获得了全英羽毛球赛的南丹亚军 这在他们国家是至高荣誉啊 因为全英公开赛呢 是在羽毛球界相当重要的一项比赛 而成为获得银牌的选手 让韩国的球迷感到非常的骄傲 这个其实赵老师 李宗伟呢 他也是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之后啊 他的状态好像突然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他的步伐啊 什么的就很灵活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运动员嘛 可能大多数人 不管是在工作的还是当运动员的 所有的路我想都并不说那么平坦吧 肯定在这个路上会遇到坎坎坷坷吧 最主要是说怎样去面对 怎样去克服 那么怎样去解决 李宗伟呢 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说呢 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进步 从2004年的开始呢 这个进步非常的快 已经成为了男子单打的这个领军人物啊 排名世界第一 那现在呢是排名第二 在林丹后面 今天这场比赛呢 第二局的比赛里呢 这个李玄一呢 明显的是调整了打法 现在比数上是12比6 在比赛当中的领先 又是一个杀球出界 再次扩大了比分的差距啊 现在这种李宗伟的场上状况 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呢 才能够有机会 我觉得首先 他在心情上面已经 可以说是比较 应该是算放弃了吧 因为一方面 大的比分落后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现在属于一个就是 没有什么方式让 来威胁到这个李玄一 你说去对拉 他在跑动上面 又觉得比较辛苦 这是一个 那你说去突击 那么对李玄一 就是说也守得比较严 所以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下 他虽然想要求球的质量高 但是呢又失误比较多 所以从我个人的分析来看 他应该是属于放弃的阶段了 那尽量节省体能 他要打接下来的决胜局 对对对 所以说呢 这个确实是 这个比分现在涨得很快 李玄一呢 已经来到了16比6的领先 李玄一呢 在世界锦标赛里 还没有获得过冠军呢 他是在06年获得全英公开赛 亚军之后呢 在世锦赛里获得了铜牌 那作为李玄一 应该把